估计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谨度了 闻山广播电视台 闻山之感乡村振兴进行时 正在播出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由闻山广播电视台 联合八线市委宣传部和八线市荣媒体中心 共同推出的闻山之感乡村振兴进行时 大型融媒体活动 活动首站我们来到了广南 我是闻山台的记者采薇 您可以通过闻山广播电视台视听闻山网站 视听闻山APP视听闻山抖音号视频号 闻山台的综合广播FM97.2 以及视听广南客户端云南台七彩云端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为自己的家乡点赞 广南县位于闻山州东北部 历史悠久 文化绚烂 资源丰富 被誉为中国八宝米之乡 中国广南铁皮石壶之乡 是全球主要的野生蒜头果 种制资源保护地和蒜头果产地 广南高峰牛被评为云南六大名牛 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生态资源 也让这里荣获了美丽中国最佳国际休闲旅游城市 中国最美原生态康阳旅游县 中国天然养疤等荣誉称号 作为左右江革命老区重点县 广南被纳入了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广南世外桃源霸美景区 霸美景区经过两年的封闭提制改造 不仅改善了游客的直观体验 也为景区开发了一些新的旅游项目 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景区的负责人杨副总 您好杨副总 您好 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提制改造后的霸美景区 那主要有哪些变化呢 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提制升级改造后的霸美景区呢 它在这个功能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那么我们不仅就是形成了游客的一个集散地 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功能划分区上 我们已经达到了国家四亿级旅游景区的这样一个标准 然后呢 也为我们的游客的这些多方面的这个需求呢 也带来了不一样的一些体验 那么我们呢 也把我们整个的这个旅游智慧化 也进行了相关的这些项目的一个提升 所以说来到霸美呢 跟游晚的霸美是绝然不同的 是的 尤其身后的这个游客中心 我们现在可以去参观一下 走 是来设计的 非常壮观 像这个长渡到熔洞口是有多远的距离 我们的这个观光车道呢 它大概是有十公里 然后它整个呢 都是呈现了我们不同区域的一些植被的一个景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去的这一段呢 就是以兰花营为主 然后周边的桃树桃花 就是我们整段的这个观光车道呢 它要呈现的就是一年四季都有花炭 都有果灾 就是我们坐着观光车也同样可以欣赏这个田园风光 对对 然后周边呢都有我们老百姓自己的一些产业 他们的柑橘啊 然后茶园啊 你都可以领略到这些 非常的丰富啊 对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八美四外桃源旅游景区的第一个站 这里呢是出水洞春 那这里居住的原住居民呢 都是我们的转住居民 嗯 那来到八美景区是不是就是最主要的游玩方式 也是坐大船通过这个溶洞 然后去感受桃源民底下的世外桃源的美景 对 非常神秘 那接下来我们去感受一下新升级的大船的体验感 首先呢 我们新升级的大船呢 它从平稳性上 还有就是在合规性上 我们是做了一个提升 那目前我们的这个游船呢 它已经获得了我们相关水运部门的一些资质 那包括我们开船的师傅呢 也是通过我们水运部门的一个培训 也获得了相关的证书 也就是说现在师傅们是持正上岗 对 那就是说从在整个运营的安全上 还有就是在整个船 在行船的这个平稳度上 都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嗯 尤其呢 咱们的村民们都是在家门口就业 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哈 对对 就景区在整个运营的这个团队里边呢 我们主要的一部分员工都是属于我们本地的村民 嗯 大概有多少呢 也是通过后期的这个培训 然后让他们呢掌握了技能 然后获得了相关的这些资质 然后能够规范的为公司进行服务 那目前我们基本上 呃 景区吸纳了将近有110人左右的这个村民就业 哦 师傅 你是当地的居民吗 是的 是的 家远不远 家不远 家就在后面 在后面是吧 对 那在家门口就业感受怎么样 还挺好的 感谢公司给我们一个机会 还挺好的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然后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哇 真的是让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桃园明笔下桃花圆祭的那种情景 下了船 我们沿着乡间小道往里走 身旁是流水潺潺 河里是野鸭泄水 水车 枝鸭作响 现在来到了景区内的广场 这边是风雨桥 另一边是一棵成长了千年的大榕树 站在这儿 环顾四周 风鸾叠杖 群山环豹 绿树葱龙的霸美 真是一个美丽安宁 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大哥你是来自哪里 环山 环山来的 以前来过霸美吗 来过 哪年来的 85年的时候 85年 那距离现在已经很久了 尤其霸美景区又经过提升改造 那现在带给你的体验感你觉得怎么样 体验感就很好的 跟以前对比呢 跟以前对比的 现在是改造以后还觉得可以 以前没来的时候是从那边走 那边走 还有最后沙上有一条路 直接到下面去 我们都是自己开车过来 这个跟以前比 你觉得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最大的变化就是 像这些民修啊 还有道路啊 还有前面那个 这个卖票的那个地方改变得很好 还有这些船呀 跟以前的 跟啊前些 就是这些地方是让你非常满意的 跟啊前些 像这个景区在提升改造之后 是带动了当地的旅游经济产业 有很多特色的客栈 我看这家就是挺有特点的望江楼 这个呢也是我们霸美村里边 我们村民自己建的 然后他们呢 自己经营这个农家乐 然后可以在里边体验 我们专家的一些美食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欢迎来到我们专家 是壮话 对 在家门口创业 这个感受是什么呀 因为在家里面 因为在家我当地的做生意嘛 因为是才照顾老人啊 没有比较去外面啊 所以还有 因为现在我们在家里面呢 就是比在外面好多了 因为它外面是多人家的板嘛 比例普通人家管 自己做的就是有多有少吧 就是把个人我们就照大 没有个人我们就休息一下 就是 悠然自得的感觉 对对对 在家门口创业 霸美景区居民均为壮族 他们世世代代代 以农耕为主 自给自足 与世无争 通过景区的开发 旅游经济 让这里热了起来 村里的年轻人 既可以在景区里上班 也可以自己做民宿 开餐馆 在景区内 我们看到的是各民族 团结一心 与景区共谋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 正成为助推广南县 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说到特色产业呢 高丰牛可是广南县 一县一页示范县 创建的主导产业 下面我就把现场 交给我的同事小家 他将带大家去了解 高丰牛产业 如何为当地群众 找准了致富之路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由文山广播电视台 联合全州八线市委宣传部 和融媒体中心 共同推出的 文山之干乡村振兴 进行时大型融媒体活动 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我是文山广播电视台 记者陆小嘉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是广南县古多牧场 古多牧场是云南古多牧业 有限公司的牧场 这里是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 圆种场 是云南省唯一的地方 两种高丰牛遗传资源保护 扩帆场 这里也是文山州 最大的人工草场 走进古多牧场 眼前是起伏的山丘 绿树掩映的草地 牛群在这里散步 晒太阳 喝泉水 嚼嫩跑 俨然一副在外草原的美景 这里饲养的高丰牛 是云南省六大名牛之一 那么高丰牛到底牛在哪呢 好 我们下面请云南古多牧业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周鸿斌 周总 给咱们介绍一下 你好 你好 周总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咱们高丰牛 饲养的一个环境 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高丰牛的饲养环境 它一般是生活在 水埋潮风 就是草木繁盛 阳光充沛 比较温和的地方生存 就示意在海拔 1200到1400之间 那咱们现在所处的 这个地方的海拔 大概多少 我们现在的海拔是1200 所以比较适合 是比较适合 高丰牛的生产花质 好 那对于咱们高丰牛来说 它和其他品种的牛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广南高丰牛 是我们目前国内 大体纯南数量最大 移刷之音保存最完整 然后它那个品种 对外独特的地方 有两品种 它体气发育比较云顺 有耐出事 耐死 抗热 抗寒 能力强 抗病能力强 然后呢 它从外观上看 它头到脖子粗 然后丰高 尾长 四肢结状 有狮子头 豹子尾的美酸 它也是我们国内 目前的 可以产喜欢牛肉的 四大品种之一 在首届 中国牛肉 凭借大会上 我们广南高丰牛 还被评委 最近特授奖 被推荐为 中国可以生产 高档牛肉的品种 近年来 广南县委县政府 把高丰牛 作为一线一页 示范创建的 主导产业 培育发展 涌现了云南 谷多 牛畜等龙头企业 养殖数量和规模 全省名列 高丰牛产业 成为全线带动 贫困群众最多 资金投入最大的 农业产业 周总您好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目前咱们 谷多牧业的 这个高丰牛的 存栏量是什么情况 我们广南高丰牛 在瘸血的 存栏量是 20.3万头 我们这个国家核心 一种厂的 存栏数量是 1300余头 那对于咱们 这个高丰牛来说 这个销售情况 怎么样呢 我们的销售 高丰牛主要销往 是北上广深等 国家一些城市的 高端牛肉 高端市场 这个我们这个牛肉 早上从这里屠宰 下午就可以送到 消费者的餐桌上去了 非常新鲜 是的 目前我们是处于 供不应求的状态 深受到那个 消费者的喜爱 那对于咱们古多牧业来说 下一步的这个规划 有什么规划呢 下一步啊 我们公司主要是树立 高丰牛的绿色 健康 有机的品牌形象 高丰龙头产品形象 通过打造中国 高端牛肉市场品牌 通过我们广南高丰牛的 这个优良的品种基因 通过前产业列的 这个品质保障 从饲养到屠宰加工 到餐桌 切成把控 向市场树立 打响高丰牛肉品牌 然后用中国品牌来带动 我们整个产业的 发展状态 把我们的广南高丰牛 带出大山 走向世界 让广南高丰牛 为我们广南的 巩固土品公交成果 乡村振兴 做出更大的贡献 经过多年的大力培植发展 广南县高丰牛产业 规模化 专业化 组织化 绿色化 市场化 进一步提升 特别是在上海市 静安区的帮扶下 如今高丰牛 已经上了上海 北京等一线城市市民的餐桌 并且做到了早上屠宰 当天就在上海销售 下一步 广南县还将做强做大 高丰牛产业 为打造世界一流 绿色食品牌 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高丰牛一定会带动广南 油气冲天 推进乡村振兴 同样也离不开东西协作和定点帮扶的鼎力支持 下面就把现场交给我们的记者王成璐 他将带大家去了解上海市静安区安排专项资金 帮助学校建成使用的安心直营水项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由文山广播电视台联合全州八线市委宣传部和融媒体中心 共同推出的文山之干乡村振兴进行时大型融媒体活动 自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您可以通过文山广播电视台 视听文山网站 视听文山APP 视听文山抖音号 视频号 文山台综合广播 FM97.2 视听广南客户端 云南台七彩云端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为自己的家乡 点赞 自上海市静安区对口帮扶广南线以来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产业扶持 从劳务协作到民生帮扶 真情实义倾注 真金白银投入 不遗余力帮扶广南 让广南大地发生了喜人变化 下面我们就走进广南县连城镇民族小学 去了解上海市静安区 安排专项资金帮助学校建成使用的 安心植云水项目 好来 来来接水吧 来后面的小朋友 这个水甜甜的 喝下去之后心里面暖暖的 2021年静安区安排专项资金设立 安心植云水项目 通过资助补贴净水设备 帮助山区孩子们能喝到干净卫生的水 同时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静安区代表处牵头多方动员 鼓励爱心组织积极参与 目前已在连城镇民族小学 转角箱中心小学等17所学校 安装进水设备34台 在我身旁的这一位呢 就是广南县连城镇民族小学的校长 张学军 张校长 校长您好 您好 请问咱们的这个直营水项目 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呢 我们学校的直营水工程 上海静安 云南广南 安心直营水工程 是2021年9月实施 那项目的实施解决了学校的哪些难题呢 这个项目的实施呢 汇集到我们1800一名师生的这个饮水 而且保证了孩子能够喝上放心的饮用水 同时呢 也妒忌我们孩子有着饮料进校业的问题 以后呢 我们将用好管好直营水设备 让这个设备最大化受益于孩子 服务于学生 安心直营水项目 不仅让学生喝上安全健康的好水 而且冬天也能喝上热水 还可以把温度控制在恒温 不用担心怕烫到学生 为了让更多的中小学生受益 安心直营水项目将作为重点帮扶项目 持续投入帮扶资金 为学生饮水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上海市选派到广南的挂职干部 沪滇办副主任李明 李主任您好 您选派到广南呢 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我是去年六月份来我们广南的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也快有一年时间了 那您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选派到我们广南来呢 主要是负责我们沪滇协作项目的 这个落实推进 那么包括有这个乡村建设 产业发展 劳务协作 消费协作等等 那么我想呢 只要是有利于我们沪滇 两地人民交流合作的事情 有利于我们广南父老乡亲的事情 我们都是义不容辞的 那么在广南有多少位上海选派的挂职干部呀 除了我之外呢 我目前在广南挂职的 还有两位我们上海市委组织部选派的两位干部 一位是我们县委常委副县长张海祥同志 一位是我们县乡村政行局副局长王亮同志 那么我们三呢一共组成了我们这个原点小分队 那么上海市静安区对口帮扶广南县以来 总共是开展了哪些项目呢 应该说从那个上海静安和我们文山广南对口以来 从这个产业协作到这个劳务协作 从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到消费协作 上海静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理来助力我们广南 补齐短板 那么据统计我们去年呢 那个静安这里投入了东西部协作资金 近六千多万元 六千多万元 对对对 那么助力了广南的乡村振兴 下一步咱们打算在哪一些方面有支持呢 今年呢我们是目前已经安排了有六个项目 那么主要涉及呢产业发展 乡村建设等 资金的量和去年呢也基本持平有五千多万 此外呢我们还安排了一些区籍的这个财政资金 有七百多万元 主要是用于劳务协作消费协作 包括我们两地的专业人才的交流培训等等 那么我们想呢下一步呢 我们是以这个文山之干 来的精神 把我们这个复兴协作项目把它落实好 推进好 不辜负我们广南广大父老乡亲们的托付吧 给到一个期望 好的谢谢 二十多年来 一个个元件项目落地广南 给当地群众带来了真切的实惠 一批批上海元甸干部离开家乡 扎根撞香鸟领 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浇灌着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顾丁一家山海情深 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后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之时 上海市静安区将继续携手 广南共会乡村振兴美好蓝图 下面把现场交给我们的记者黄玉 他将带大家去了解广南县 又一个乡村振兴的优势特色产业 广南铁皮石湖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由文山广播电视台 联合全州八县市委宣传部 八县市荣媒体中心 共同推出的 文山之干乡村振兴进行时 大型荣媒体活动 我是文山台记者黄玉 石湖是我州名贵的中草药财之一 广南铁皮石湖是咱广南的特产 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广南的铁皮石湖种植基地 大家可以看到挂着的 还有铺满的全部都是铁皮石湖 那么我身边的这位 是广南药王谷基地的技术员肖金龙 肖技术员你好 你好黄记者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些铺满的 包括挂着的这些 铁皮石湖都是咱广南的原生铁皮石湖吗 是的 都是广南当地的原生铁皮石湖 像这个铁皮石湖的话 你看就是我们从广南本地山里面 采生的野生种 野生种之后选育 经过七八年选育出来的 现在它具有的特点就是胶质含量高 比较粗壮 轻微含量少 比较适合使用 对我看到这个铁皮石湖上面有一些虫眼 这是正常的现象吗 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现在的铁皮石湖 一个我们是有机的 我们做了有机认证 还有一个我们铁皮石湖的主要工药厂 药厂的话必须要农场之类的要检测要合格 不止含量要合格农场还要合格 所以说我们都很不用农药 对对对 那么我们这些铁皮石湖它的生长周期大约是多长 生长周期的话铁皮石湖是属于多年生植物 它是种一年可以得六年每年收割一次 那么他们对这个环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铁皮石湖的话是属于喜阴植物 还是不能在阳光下直射 还是需要遮光度75%左右的环境下生长 所以需要这样的一个大棚 是的 那么说了这么多 我们这个铁皮石湖它的功效有哪些 或者说它的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铁皮石湖的话 自古以来都有识铁皮石湖的传统 但是铁皮石湖的话位于中国的九大新草之首 在古代的话铁皮石湖的功效主要有 异味生间滋阴清热 但是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的话 铁皮石湖主要功能是有 调节肠胃功能 还有看肿瘤 看白内障 看氧化等功效 的确是一个好东西 好的谢谢萧技术员 好 谢谢 王记者 好东西就是要让它既造福人类 又能为当地的老百姓谋福利 广南铁亚原生铁皮石湖科技有限公司 就是一家让铁皮石湖 充分发挥出它最大效益的企业 公司以铁皮石湖为主导 即研发 种植 加工和销售为一体 融合一二三产业发展 目前已经开发出了多种 以石湖为原料的产品和美妆日化产品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哇 我这是来到仙境了吗 这个的客人您好 右朗城新草蜜镜欢迎您 谢谢 好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广南县 铃亚原生铁皮石湖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厅 那么我身边的这位是铃亚公司的董事长助理吴迪 吴迪你好 王老师你好 我们看到我们面前是摆放了很多的铁皮石湖的产品 对吧 对对对 我们挨哥给大家介绍一下 像这款的话是我们利用铁皮石湖的精翠油提取出来以后 制作而成的润唇膏 它最大的亮点就可以根据我们人体唇部的PH值 还有温度进行变色 可以说你拥有这样一支变色唇膏就拥有了好多支口红 对给很多男性朋友们的省了不少钱 男性朋友们的福音 再来看这个我认得这是面膜对吧 对像我们铁皮石湖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 它有十大功效 其中一个功效就是延缓衰老抗氧化 然后对我们皮肤有一个滋润出作用 像我们这个面膜这款就是强效补水 对面部滋润 这款就是强效修复抗氧化抗衰老的 两款都是有针对性的 对我们女性的脸部有一个改善作用 除了这个面膜之外 我们看到前边还有这个护手霜对不对 对这个护手霜可以给您试用一下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铁皮石湖的精华液 对手部的滋润改善手纹有非常好的作用 而且这个味道不是很浓吗 淡淡的一股香味 对 的确这两天天气比较干燥 抹到这个手上的感觉的确很滋润 而且显得我的皮肤有点白 非常不错 我们再来看前面那边是肥皂还是香皂 那个就是我们铁皮石湖的一款手工皂 这男士的话从头到脚都可以用它进行清洗 然后女性的话一般面部清洁身体清洁 都可以选择这款手工皂 它的滋润效果清洁效果 除满效果都是非常的好 因为男生有的男生比如说像我比较懒 所以带这么一块肥皂就够了 不需要带什么各种洁面乳洗头发的对吧 我还看到有这个酒对吧 这个酒就比较熟悉了 这个是我们的石湖啤酒 它是一个痛风人群高尿酸人群都可以畅饮的一款健康绿皮 开给您尝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像这款的话是我们绿色的佳酿 这款酒是3.3度 然后喝起来的话口感要更加清甜一点 您可以尝一下 很好这个入口的感觉很好啊 而且这个颜色很漂亮绿绿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铁皮石湖绿感制作而成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吗 对还有一个铁皮石湖的红感 增加了我们的蜂蜜还有橙皮 制作而成的一款金样 所以说这一款的话对于一些不爱喝酒的人来说的话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入口的感觉是吧 对这款酒是偏甜一点的 然后它的酒香味要更浓重一些 回味更加甘醇 我能喝到蜂蜜的味道 对对对 里面添加了我们的石湖花蜂蜜 对这属于养生酒了 对对对 我还看到那边的那个酒是泡酒吗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石湖花泡酒 像一些比较喜欢高浓度酒的男士女士 她都可以来尝一下这款 我们的两款酒呢 就是针对有不同选择的人群 可以让他们满足他们的多种需求 刚才听了无疑的介绍啊 我们看到了有很多有铁皮石湖生产出来的一些产品 真的是琳琅满目 那么也是因为咱广南的铁皮石湖的好品质 在2013年啊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广南县啊也在2015年获得了 中国铁皮石湖之乡的称号 那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 还有品尝到的一系列的健康产品之外呢 铁皮石湖也被国家的相关部门 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 那么铁皮石湖入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块去体验一下吧 好的啊一桌丰盛的石湖菜品摆在我们的面前呢 接下来呢我要邀请凌亚原生铁皮石湖公司 董事长周一畅 还有我们公司的厨师长王泽武一起来 为大家介绍并品尝一下我们这一桌丰盛的菜品啊 我们从哪个开始呢 从我最我最爱吃的吧 从饺子开始好吗 从饺子开始 这个饺子这个皮是绿色的 是因为有石湖吗 对对对 饺子皮是用石湖汁拌灰面来做的 里面的馅呢是石湖花 拌那个馅料来做的 哦所以说它是一个既有花又有汁 对那跟它相对的那个馒头也是同样的 哦对对对馒头是用石湖粉和石湖汁来拌面 哦非常的诱人啊 口水直流 我又看到这个鸡 这个鸡的颜色是金黄色是吗 哎对金黄色 那它跟中间这个鸡有什么区别吗 中间这个鸡呢是炖出来的 这个是焖出来的 呃焖出来的这个鸡叫做石湖黄焖鸡 我们是用石湖粉来跟这个石湖 石湖粉来跟鸡一起焖出来的 这个炖的鸡呢是用石湖榨汁来炖出来的 嗯 利杆的石湖榨汁炖出来的 它的汤色就是利的 我们用红杆的粉金色的粉 焖出来的这个鸡呢就是金黄色的鸡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王师傅我看到您面前摆的那个 菜上面啊是有一些点缀 那些是什么 石湖花 石湖花哦 这个好多菜品当中都有石湖花 那它的这个功效我们吃进去会怎 这个养生呢 养生啊 还有些其他的呢 周董也给我们讲讲 好我来讲 铁鱼石湖呢 它有十大功效 其中的几大功效呢 第一就是这个提高人体免疫力 嗯 鱼子肿瘤 我们呢就想通过它的这个功效 把它的功效透到这个美食里边 让顾客一憋吃就憋健康 越吃呢就越健康 所以说我们的每一道菜里边都是真材食料的石湖粉呀 或者石湖汁呀 大在里边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肠 我们也是用石湖粉来拌制 哦 甜葱 对 甜葱 对对 拌制来做的 还有石湖的这个石湖花炒鸡蛋 你看石湖花炒鸡蛋里边都是石湖花为主题 其实就是鸡蛋 现在我们一起品尝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食物生意哈 好的 火鞋给你 太好 谢谢您 我们一起哈 这是石湖花炒鸡蛋 我们自己养的 养的那个土鸡蛋 土鸡 需要的 好 那个颜色就非常漂亮 是吧 谢谢 我先尝一口啊 你先尝一下 味道怎么样 哇 太鲜了 尤其是那个石湖花给我的感觉特别好 哇 就是 我们来敬酒了 对对对 放冰箱了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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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培安娜 牛拉人安度 哇 不易改平改变 阿贝都马上 浪大来水流过游 拉蒙水又水 浪大来水流过游 拉蒙水又水 拉蒙水又水 哇 这个石湖啤酒 太爽了啊 这个让我想到了我老家的这个敬酒歌 谢谢谢谢 周董太热了 不用谢不用谢 咱们这个村啊 它是一个少数民族居居的地方 这个村 这个村的老老小小 都是热情好客 能歌善舞 进到这个村里面发现 不仅仅有这个热情好客的习性 还有看着这香愁 听着这香音 吃得到香味 对 欢迎以后 带上你的家人朋友 到我们六郎城 观石湖藏囊 吃石湖叶 喝石湖茶 品石湖酒 嗯 真的今天这个石湖美食啊 我是吃出了健康 石湖产品呢 也一定会为这个广南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助理我们广南的乡村振兴 那既然说我们来到了沟丁故地广南 怎么能不去我们的沟丁古城去转一转呢 那接下来呢 我要把现场交给我的同事彩薇 让他带大家去夜游古城南街 哈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由文山广播电视台 联合全州八线市委宣传部 和八线市柔媒体中心 共同推出的文山之干 乡村振兴进行时大型柔媒体活动 我是文山台的记者采薇 今天白天呀 我的同事们带大家去了解了广南的 好吃的好玩的 还有乡村振兴的产业 其实呢 我觉得广南的夜晚也是非常漂亮的 值得推荐给大家 像现在呢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 广南古色古香的沟丁古城南街 这条街在建设的时候呢 是研习了历史的传统工艺和历史文脉的 那这条街呀 在夜晚的灯光的照耀下 是金碧辉煌 流光溢彩 如今这条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呢 已经成为了当地群众和游客们 争相打卡的网红圣地 那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呢 跟我走吧 你们好 说到咱们广南好吃的好玩的 今天呀我可是请到了一位资深人士 在我旁边的这位呢 就是广南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农娟 农局长您好 您好 主持人 今天晚上我和同事们逛了一下这个南街 真的是太美了 而且呢有很多有特色的商铺是吧 是的 嗯 那我知道这条街呢是通过文旅融合的形式来打造的 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它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来吸引咱们四面八方的游客的 好的 我们广南呢是西汉时期的沟丁古国 也是我们云南的八大神秘古国之一 所以说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 其中呢我们的古城南街呢 是以点亮业经济释放新业态为主线来进行打造的 一方面呢就是文旅融合 呃文旅融合激发我们发展的新业态 我们坚持以文宿旅以旅章文 以传统的这个民俗文化和民俗的演绎 以及民俗的这个小吃为一个总基调 呃将传统的业势发展为业时 业油 业眼 业购 业余等 呃涵盖了我们吃 住 呃从而也形成了一个以民族服饰接拍 以文创产品的展示 以撞香美食制作和飞翼文化的展演 等特色的一个休闲业态 嗯 你说到这个飞翼展演我之前有见到过 嗯 就是大家发在朋友圈 对对对 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主题性的活动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呃第二一方面的一个做法 就是互动共享 提升我们整个古城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呃充分的挖掘了我们的 沟丁道座等特有的文化 结合我们的民族风俗和传统的这个节日 在我们整个古城南街呢呃呃 举办相约游古城原来在沟丁的这一系列的活动 那也形成了一个常态 做到了周周有活动 月月有主题 祭祭有秀场 然后活动的已经推出 就以穿越沟丁古国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方式呢 也得到了这个游客的积极参与和高频的互动 我们活动的盛况呢 可以说是在各类媒体平台 什么快手呀抖音呀等等 都是霸平的也吸引了我们的游客能够留下来 为我们的古城的这个南街呢 也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街 哇那真的是太有趣了 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吗 第三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品牌的构建 现在已经出击一个游行了嘛 那么要促进我们旅游产业的一个大发展 我们就会坚持挡箭引领 创新我们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新模式 以类似的这种小活动为小切口 来打造我们广南夜间经济文化的一个大品牌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将加快我们整个 勾丁古城项目的一个建设 持续的丰富我们勾丁古城的业态布局 全面构建全线一城两园三镇白景的这样一个全域旅游的发展格局 使我们广南真正实现旅游大线向旅游强线的这么一个转变 也书写我们世界的世外桃源的新篇章 也欢迎我们各地的游客到我们广南古城南街来打卡 那说到这个打卡今天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那就算是问对人了 我们古城的南街有很多好吃和好玩的 就在我们旁边就有一家非常有特色的酒吧 那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 好 走吧 这位呢就是我们唐湖的负责人姓安 安大哥你好 你好 我看咱们酒吧真的是很有风格呀 这个整个的建筑的风格和南街是很融合的 同时呢又具有国朝风 那我看身后的这个建筑很有历史的厚重感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 这栋古楼呢它是始建于乾隆末年和嘉庆初年这个阶段 就在1795年到1800年这个阶段就相传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考证不了 现在最近有200多年的历史 就是你们在装修设计的时候 是完好的保存了是吧 对对对 只是我们中间做了一些修缮的工作 很完好的保护了下来 这个宅子原本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宅子 这个是宅子的第二重 就叫第二重楼 那我想问一下 咱们起这个名字是有什么含义吗 南门唐湖 这两个字的话其实是音译 音译的话其实是叫唐屋 唐屋 对唐屋 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方言吗 唐屋是字面上的那个字 然后这个唐湖就老广南话里面就叫把它叫唐湖 然后这个唐湖的意思呢就是每一个宅子 它最中间的最中间的一个房间或者是空间 然后 会客厅的意思吗 对对对 就专门用来接待客人 接待贵宾的地方 原来是这个含义 对 这叫唐屋 广南县古城南街不仅是一条古色古香的网红打卡地 这儿呢更承载着广南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 广南县文化旅游产业也将更好地融入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广南县副县长沈斌 沈副县长您好 你好 想问一下您就是紧扣省州的发展战略 依托咱们广南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 那咱们广南下一步将如何打造成为世界的世外桃源呢 广南是一个历史悠久 文化顶厚重 生态优美 旅游自言富级的文化旅游大县 是中国的天然养疤 中国的铜骨之乡 全国的武术之乡 国家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地 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 古城南间呢 也被命名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间区 事件的世外桃源呢 是周围 周政府对广南文理发展的全新定位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考察云南时的重要讲话 今省委指导啊 紧扣云南省委提出的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三张牌的战略布局 坚持以文树立以理张文吞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打造一个以人无争 以事无争 世界共享的世外桃源 从具体的发展措施上来讲啊 2022年 一呢是加快推进一城两园三镇北景的全力旅游战略 加快推进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 坚持和持续推进十百千万工程建设 不断强化文旅交易业态的融合发展 推动广南文理产业全面紧盆 二呢是加快查量特色旅游文创品牌 推进A级景区的创建 以及现有14个景区提值提升 三呢是加快全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景区智慧化建设等 全力提升全线旅游品质 四呢是图出民族文化 历史文化 依托省级历史文化监区 实际办好 湘约有古城 原来在沟丁等系列文理融合宣传合动 打造家门口的业游经济 五呢是打造一批文艺精品 助推文艺作品市场化 透色化和品牌化 六呢是加快培育业游经济 还有就是推出半山酒店民俗文化体验等文理性业态 推动广南文理产业提挡升级 我们相信在广南县委政府的带领之下 广南必将实现乡村振兴的美好明天 那沈副咱们在这镜头向世界游客们发出邀请吧 最后啊 我们热忱的邀请 国内外游客到广南观光旅游投资行业 最后的室外投资 广南欢迎您 亲爱的朋友们 文山之干乡村振兴进行时大型融民体活动 广南战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站再会 文山之干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